打了都打了 在台北传统市场 要找到一位还没打疫苗的长辈很难 但实际上国内疫苗接种率 第一剂79.6%还未达八成 第二剂则是65.9% 其他人都打了 他可能比较害怕 就比较不信任 就是有一些疫苗 可能是要在比较多年之后 才会看到他的一些不良的影响 亲友中只有一个人还没打 原因是对疫苗不信任 根据指挥中心资料 第一剂接种率最低的是 75岁以上长着73.8% 第二剂则是66.9% 接种率最高的是18到29岁年轻人 第一剂达96.1% 跟基层里长第一线观察很接近 只有老人夫妻一对在家 或者是所谓的独居老人 他们基本上我就问他们 他们不愿意去试这个疫苗 是因为怕万一出状况 没有人照顾 这个还是有一个努力的空间 那尤其到了过年的时间 那可能返国的人会越来越多 而且很可能会有那个 Omicron这些病毒进来 台湾的风险 那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去接种新冠疫苗 指挥中心呼吁赶紧打疫苗 李宾音也说 接种后产生抗体最高的是 mRNA的莫德纳和BNT 其次是次单位蛋白质的高端 再来才是腺病毒载体的AZ 其中高端的疫苗不良反应较小 担心接种后不适的民众可以考虑 中研院专家何美香则分享医学期刊的报道 打两剂AZ混打莫德纳抗体冲高35.7倍 比达两剂BNT混打莫德纳疫苗还强 国内已经打AZ的民众不用担心 疫苗没有白打